很多时候太在乎自己了 就是被自己弄得受伤 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 心里迷惑的时候 才会助长了自己的心无所规 人不怕执着 怕的是看不清什么叫执着 做错了什么 首先要了解我们自身的佛性 我们自身的佛性不是在口头上 不是只知念经口头上的禅 要禅到心里 要了解空性 想一想 我们在人间每一次搬家 有多少东西带不走 我们一生搬了多少次家 我们留下了多少 当我们人整个灵魂搬家的时候 也就是涅槃的时候 我们又有多少 可以带走的 所以要学会感知佛性 才能了解它 你要知道 感受到菩萨对我们的爱 告诉我们的真谛 要有离苦得乐的自卑心 你才能了解空性 所以任何人不能离苦得乐 没有了自卑心 你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空性 因为一切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只有佛性可以禅定在你的心中 只有当你自己觉悟了 你才会明白什么叫空性 当一个人要走呢 他才知道我来这个世界干嘛了 我做了些什么了 我做对了什么 我做错了什么 一切如梦幻泡影 所以心里要真正的觉悟 佛性 你看谁都是佛 心里美 看谁都美 心里丑恶 看谁都是丑恶 所以要引佛住心 把佛引到你的心里 来住在你的心里 合一无分 就是完全把佛放在心中 所以真正学佛的人 要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心力 那么正经经的延伸 什么叫正经经 一个人天天念经 学佛放下 忍辱 精进 就会增加你的武力 武力是哪 几种武力呢 第一叫信力 第二叫念力 第三叫静力 精进的静 第四叫定力 第五叫会力 一个人能解决问题 他就有会力 一个人碰到什么事情 不贪 不求 就有定力 别人不敢去做 别人很懒不去做 你拼命地去做 就是尽力 念头不具想 叫念力坚强 相信菩萨能够帮助我们 解决一切烦恼 这叫信力 所以精进地延伸 慢慢地加大 那么变成一种力量 因为你每天在学佛念经 每天在进步 所以你的力量是无穷的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 广发菩提心 愿菩提 这个愿就是愿力 愿力要和菩萨在一起 要行菩提 做的事情要像菩提 要上求佛果 下化众生 要发菩提心 学会布施 很重要 如果你今天布施 讲自己的功德 那么你就是入师 如果你今天布施 在帮助别人 忘记自己 你就在布施出世的功德 每做一件三事 不要心里去想 这是我的功德 要学会放下 很多人做好事 早就把自己做的好事忘掉 左手做善事 右手就忘掉 没有解脱的布施 那是做善事 任何人必须要解脱 如果你做任何事情 想让别人知道 要出名 这个人做的布施 不是功德 是人间的福分 如果是成功 成为功德 你就要有解脱的资本 那就是开悟醒悟 我们要学佛 做善事 做好人 不要做 杂念事情的 我们说凡夫数字 所以 活叫 本性 讲的就是空性 背景